大家好 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谈谈未来战争 为什么会谈这个问题呢 主要是因为珠海航展给我们很多新的信息量 新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人类发生未来战争的地方 可能存在任何地方 但是现在台海可能是最受大家关注的地方 我记得去年经济学院有个封面故事 它把台湾当作一个雷达 化成一个中心 然后那个主标题就是说 地球上最危险的地区 意味着台海发生战争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我们当然很希望台海两岸之间最后能够和平解决 但是如果说发生战争的话 我们不妨也把这个战争的形态 做一个大约的一个推估 这个传统战争 特别是过去台湾或者西方有种说法 就是如果大陆用武力来收复台湾问题的话 会面临到一个短板 这个短板就是它缺乏大规模运输军队 这个海上的各种运载的传播等等 这都事实 确实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短板 但关键是这个论点现在可能未必成立 因为这个论点是属于二十世纪的战争概念 二十一世纪不一样 二十一世纪完全不同 它也会有登陆 这个登陆不是在第一波 而是在最后一波 我们看电影就知道罗曼蒂登陆那是第一波 传统二十一战争第一波同时登陆的跨海战争 对吧 但是如果万一发生太海战争 大陆方面绝对不是第一波 就是登陆 第一波是什么 第一波我认为啊 作为一个军事外行人 我认为一定是电磁战 电磁战的目的就是 瘫痪你所有对手的 所有的通讯能力 运输能力 或者是 这个判断能力 都把它瘫痪掉 那第二波才是导弹 或者火箭弹 那么这个就是针对重大的 重要的军事或者据点 包括电厂 或者是飞机场 或者雷达战等等 那这些东西基本上谈完了以后 谈完方面反击能力就很弱了 这个时候再排出第三波 叫无人机 无人机是现代化战争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新的军事方式 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呢 应该处理在世界上领先的地位 我们在以前的视频里面谈过了 等到这个无人机再出来以后 基本上战场的控制权 大概已经控制住了 最后才是 很多人想象中的渡海 渡海是肯定要渡的 是吧 但是它是最后一波 所以未来战争 21世纪 截然不同于20世纪 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各种军事科技 各种新的军事装备的发展 改变了所谓的军事的思想 跟军事的作战的一个方式